國際關注的二十國集團峰會G2015日至16日 在澳大利亞布里斯本召開 各國首腦政府要員和國際傳媒雲集布里斯本 峰會期間 澳洲媒體把停止迫害法輪功 作為中國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進行報導 峰會前夕 澳大利亞各界紛紛發聲 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輪功 並停止強制活摘法輪功學員的器官 14日 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新聞網 在G20峰會前夕推出了一個特別報導 聚焦本屆峰會最受外界關注的一些議題 這其中 關於中國急需解決的問題 ABC新聞網采訪了法輪功學員 原清華大學教師孟約翰 孟約翰自1996年開始修煉法輪功 99年 中共開始迫害法輪功之後 孟約翰因告訴人們迫害真相 而先後被非法入獄9年 在這期間 他經歷了劇烈毆打 強制洗腦 剝奪睡眠和奴役勞動等各種迫害 孟約翰還經歷了多次強制抽血 這正是中共為強摘法輪功學員器官 建立器官數據庫的一部分 孟約翰要求在布里斯本參加G20峰會的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停止迫害法輪功 並逮捕迫害法輪功的主要元凶 原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等中共高官 15號上午 法輪功學員在布里斯本的 艾瑪米勒公園內舉行集會 向參加峰會的各國領導人和國際媒體呼籲 制止中共迫害法輪功和活體強摘 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反人類罪行 集會遊行受到主流媒體的關注 布里斯本幾家最大的電視臺 紛紛對法輪功學員的活動進行報導 一些國際媒體也來到集會現場進行拍攝 澳洲媒體 澳洲國會議員特別強到人權 在人權裡面提出來法輪功 西藏 新疆 那麼法輪功學員也接受了澳洲媒體的採訪 就把法輪功受迫害 奇怪移植都拿出來了 美國中文雜誌《中國事務》總編輯武凡表示 這樣的議題在北京的APEC會議上是不可能談的 在緬甸的東亞峰會上也是不可能談的 總部位於美國的明慧網報導 澳洲綠黨領袖參議員克里斯汀‧米爾恩表示 如果習近平在澳洲時 澳洲不談及人權問題 將澳洲與中國的關係僅僅著重於貿易和金錢 就將損害澳洲的立場 損害全球安全 澳洲聯邦政府議員凱利也對中共強摘器官的做法進行了譴責 國際人權組織大社國際代表聲明 大社國際十分關注發生在中國和其他20國峰會領導人 所在國家對人權的侵犯 大社國際尊重宗教自由 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等基本人權 任何政府在任何情況下限制這些權力 便侵犯了基本人權 除了人權議題之外 在G20峰會期間 中共的對外擴張等問題也引來其他大國的關注與批評 15號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昆士蘭大學發表亞太政策演說 與在北京時相比 奧巴馬的口氣明顯轉映 他強調 美國會繼續加強在亞太區的角色 並要求中國無論在貿易還是在海上秩序等問題上 都要遵守跟其他國家一樣的規則 奧巴馬談到 朝鮮的核武核導彈計畫 可能升級的領土領海糾紛 未能維護普世人權等問題 都可能危及亞太區的發展 奧巴馬還不點名的警告 亞洲安全秩序不應基於大國欺負小國的脅迫 而是基於共同的安全聯盟 這被外界解讀為 暗批中共在南海主權爭端上的做法 16號 奧巴馬 澳洲總理阿伯特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還舉行了7年來的首次三邊峰會 而且不再米而不宣 這一舉動也被外界認為 有向中共示威之意 謝謝